我剛查一下奧運的今年因為延後了 所以它今年的日期就是2021的7月23號 如果我想知道到底這個奧運離今天還有幾天的時間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剛講過因為日期在Esser裡面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 那未來的數字一定越大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可以把未來的時間減掉什麼 減掉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話是Today 我們剛剛有用Today在這裡有沒有 就是C3儲存格把它打個勾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就會是116天OK 那當然也有可能一種情況是你把它減完之後 它會誤以為你減完會是一個日期 有沒有像這樣 那怎麼辦沒關係你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成數值或通用都可以 把它改成通用好了 它就會是正確的天數了OK 所以距今大概100多天 不過100多天那個疫情應該很難一下退 就是整個完全能夠控制OK 其實應該如果再延個一年的話應該就有機會了 可是應該它不太可能再延了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倒回去剛剛的這個練習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Today 的年跟月跟日 分別還有週 分別把它 抽離出來的話 OK 那當然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把 這個文 這個當成一個文字來看待 有沒有 把它當個字 當然問題喔 如果你要把它當字的話 你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你要切割啦 那如果你把它當字 那如果你是用前面講過 用laps好了 有沒有 文字類 如果你是用laps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你取到它的錢 理論上當然前兩個字OK 有沒有 但如果你現在 前三個字啦 113 110 對不對 按確定 可是你會發現得到的卻是 442 不對呀 明明看到不是110 怎麼會是42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結果 實際上是格式 而不是真正的資料 真正的資料是 44000多 OK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能夠切割的到它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嘛 你可以 先利用一個函數 叫做 Tesl 有沒有 那你可以先把這個格式 按右鍵除了格式 把這個 制定裡面的這個格式先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的話 你再到這邊用什麼 用Tesl 文字裡面有個Tesl Tesl然後把那個格式先放在 FormatTesl裡面 先前後加雙以後移到中間 把剛剛制定裡面的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Value 這個Value應該是加在上面這邊 把這個Value呢 加上這個日期 那你會發現 如果經過Tesl 為什麼要經過Tesl 因為呢 它就真的把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變出來了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透過剛剛 這樣的方法 實際上Tesl 它就真的已經把 你現在看到的 不是表面喔 是真的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文字 那如果是這樣的文字的話 按確定喔 你會發現喔 你要再去切割它 才有辦法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剪下來 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再插入剛剛用過的 Left 然後呢把這個貼過來 幾個字 三個字 你會發現就110 OK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得到的是月的話 那就03 那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 這個公式複製 貼到這邊一下 然後把這個地方Left改成Mid 因為這個地方是中間的Mid 然後這個規則都一樣 只是說呢你變成說要 第幾個字 應該是從03的話應該是第四第五個字 所以 豆點 5 因為它會多一個參數 那要幾個字呢 要兩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輸入2就可以了 03 按打勾 有沒有03 那以此可以推啦 這個公式的話 如果要日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 把這個剛剛的Texter的 公式貼過來 然後呢改成什麼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7就可以了 應該沒錯吧 打勾看看 不對 應該是8 少個字 第八個字 取兩個字 對 然後呢再來就第八第九 第十第十一個字 所以這個公式的話 也可以把它貼過來 這邊把它改成第十一個字 取兩個字的話 那就週極 OK 有沒有 所以喔 假如說你要把這個裡面的格式 分別把它的年月日跟週極分別切開來的話 那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就是什麼 Texter Texter特別注意喔 你只需要先把這邊的格式按右鍵出格式 把裡面的公式貼到FormatTexter裡面 雙引號 雙引號自己打喔 然後再把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呢 把它放到Value這個裡面 它就真的轉換 那你在切割 就絕對不會出錯了 所以其實Texter還蠻好用的 那有同學說 可是我 假如我不想要用那個 Texter的話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另外的方法就是 你不要把它當 這個文字 你把它當日期來看待 所以日期的話 底下我們 這個時候呢你就插入什麼 日期時間函數 那如果你把它當日期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就一而函數 一而的話呢就是給他 日期嘛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他得到的 會是什麼 會是 西元年的 那變成如果你要是民國年那變成你要 再減掉多少 1911 打個勾 但是他回來你會發現 為什麼長度不夠啦 因為他把它當日期格式 所以 記得把它改為通用 OK 有沒有改到通用 那就OK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邊喔 有沒有發現那個是靠 左對齊 靠右對齊 所以這個是什麼 文字 這是數字喔 OK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如果MANS 這個當然顧名思義吧 這個日期間你可以用MANS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找到MANS 然後給他這個 按確定 他就3 當然這邊是03啦 不過如果你只要數字的話 那同理可證你用DAY DAY的話呢 就是這個日期 周極的話呢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WEEKDAY 這邊當然喔 裡面有個WEEKDAY 然後呢給他這個日期 按個確定 不過喔 特別是喔 他回來理論上 會得到的是 一個數字 因為我這邊之前有格式過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周極的話 很簡單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這個時候的話你可能就要利用 這個 周極的這個格式 不然的話呢 他會變成是2啦 往裡想說為什麼變2 其實理論上 2的話呢是 一個星期的第2天的意思 那特別是一個星期的第1天 是禮拜幾呢 禮拜天喔 那主要觀念喔 就是因為是美國人的觀念 因為美國人認為 一個禮拜第1天就是 周日 然後最後一天就是 周六 OK喔 其實應該跟這個 我們這個 月曆有點像 日 6 跟我們的觀念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得到了數字 那這樣也OK 所以我剛剛講 特別是第1個 你可以用什麼 用文字來看待 或者是說第2個你可以用日期格式來看待 那結果都對啦 只是說哪一個 對你來說 比較方便 那你就用哪個方法來做 OK喔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用TES 所切割到的結果 基本上他是文字喔 OK 所以如果你文字要拿來做計算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還要再用Value轉型 所以如果沒有轉的話 你要做計算會出問題 但如果說你只是希望得到的是 裡面那個文字資料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用TES OK 但如果你是 將來會去做計算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 你可以用 Year Month Day 跟Weekday 這幾個函數 試試看喔